Focus转进美国 究竟美国街上有多少住不起房屋的游民 而有的人我们曾经Focus过 他其实还有工作 但是实在住不起房租或是买不起房 美国出现一个小镇 开始禁止游民扩散 叫仿露宿法 游民抗议 于是这个官司 现在在本周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要展开辩论 也就是辩论 究竟能不能颁布一个市的法令 对露宿街头的游民开始罚钱 6月下旬会做出裁决 引发全美关于居住正义 这件事情的热烈讨论 包括了旧金山 波特兰 各地都出现了深远皆有的声音 有人认为如此可能 会使得危机更恶化 Hundreds of homeless people in Grant's Pass began setting up encampments in public parks In 2013 the city stepped up its enforcement of anti-camping laws 美国奥勒冈州南部的格兰帕子小城 最近在全美声明大造 这个城市为了驱赶游民 而制定的反路诉法 被当地三位无家可归者告上法院 认为违反美国宪法第八条修正案 不可处以过重罚金 不得施加残酷和不正常的处罚 这绝对是个恶性循环 无家可归者忙于寻找合法安歇的地方 但该是游民收容所传为极少 游民们若吃罚单缴不出来 当然损害个人信用 未来更难找到工作租到房子 上诉法院裁决 格兰帕子反论诉法 法则确实违反美国宪法 第八条修正案 禁止其执行 4月22日 诉讼程序进入美国联邦 最高法院进行辩论 我们是人物 而且我们也属于那里 只因为我们没有所有的 都没有意味着 我们也属于不属于 佛州州长4月20日的话 等于明白拒绝游民们的归属需要 连房屋都租不起的人 流落街头 还瞬间沦为要被法令打击的对象 坑塔基州也推出扎营禁令 但根据美国都发布最新数据 2023年全美游民同比增加12% 65万3000人无家可归 在美国要不小心成为街友并不难 首边现金一时周转不灵 收容所又没有床位 就只能参丰露宿 但美国各州政府 关于居住正义问题 相关政策的资金也严重不足 一时难以从根本解决问题 六名保守派大法官们目前的意见 是认为这并非大法官权管范围 但只占三席的自由派大法官们 明显较同情皆有们 Your statute says that person cannot take himself and himself only and you know can't take a blanket and sleep someplace without it being a crime it seems like you're criminalizing a status 目前在美西多州包括全美三分之一街友集中的加州 法官裁定若在收容床位不够的情况下 对街友们开罚是违宪的 但其实全美在一年间暴增近七万街友 还有更多原因 疫情补贴到其取消 多人性别者 病人 老人 收入不稳者 较容易被房东撵走 携带宠物的街友常被收容所禁止进入 就连羊宠物的租客都常被房东刁难 许多街友宁可选择保住毛孩 留在街头被罚款 在加州 民意代表们正在严理草案 立法禁止房东 因为宠物而加收租金 不准房东再禁止租客养宠物 这项加州2216号立法草案 希望帮助上百万有毛孩的租客 加州公寓协会与租赁协会却大力反对 他们在桌上的屁股 他们在桌上的桌上 都在桌上的桌上 所以是会很贵的 返回那部份 灵状 一些被灵状增弹 会让人失去头上那片房顶的 不只是宠物或变薄的薪水袋 还有天灾 根据《自然》杂志最新刊登的研究报告 到西元2050年 因为极端气候灾难造成的房屋与农产损失 甚至心理健康损失 会让全球收入减少19% 但目前已经陷于贫穷的气候受灾国家们 受创程度依然会比富裕国家严重 想让更多人有安身之所 首先需要已经过上好日子的人们共体时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